ênciaroom 你回到我的家之後 由晨龍領軍的最新電影 天將雄師 搶搭新年賀歲檔前 成功創下票房夾績 自大年初一以來 三天票房逼近三一大關 穩坐票房冠軍寶座 也讓去年風波不斷的晨龍 一掃尉埕 她難道妖仔 賠不上人的情嗎 而李冰冰主演的奇幻電影 中奎伏魔 主打3D視覺特效 和卡娃伊包子妹Grace等 一票萌娃的 亲子实境秀大电影 爸爸去哪儿 同样突破一亿元票房大关 成为贺岁档期的热门电影 毕竟是一个 准备了十年的电影 然后我也是蛮期待 被十多年拍摄的狼图腾 虽然票房不比其他电影亮眼 却是口碑一致好评 而对打第二季 亲子实境秀爸爸去哪儿 第一季萌娃主演的 爸爸的假期 同样来势松松 每个影片的类型不同 让大家选择的种类比较多 然后各个有商业的文艺片 然后有那个根据 综艺片来改编的 然后特别受到观众的喜欢 大陆贺岁档期热闹 光是大年初一 就同时上映七部电影 同台较近的热闹局面 也让贺岁档片 三天累计九亿人民币的票房成绩 业者乐观预估 总票房将突破二十亿人民币 可望超过去年七天十四亿人民币的记录 记者综合报道 移动通过去年七八千 Rose 负金